- 覺得自責吧 因為自己媽媽都沒有顧好這樣子 對啊 就是 四年過去了 一想到下落不明的母親 二人女兒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 哽咽的說不出話 四姐妹找了整個大台中 就是找不到跟媽媽有關的線索 2016年1月28號 在台中砂路竹林土基層 擔任外場經理的國防爐 下班後搭計程車去跟朋友吃飯聚餐 之後回到砂路牽車 接著就失去音訊 最後定位在海星宮 但連人帶車任見蒸發 就姐妹裡面有夢見媽媽的身體是不完整的嗎 呃 有 就是可能已經被人家給那個 做了一些比較不好的 分離啊 之類的這樣 母親連續幾次託夢 讓家人覺得狀況不樂觀 但始終沒有放棄 警方懷疑有可能郭芳如已遭人殺害分屍 最先鎖定五七大牌 但因為兩邊的護欄跟當時正值苦水騎 初步搜索後排除常人車的可能 有像我之前跟我老公可能 我們的感覺可能是和美的方向 那我們就是開車去和美然後就繞 或是騎車去和美就是去那邊繞 去一直去繞 然後去看我們的感覺在哪裡就先去那邊 警方調查行車路線 懷疑郭芳如可能在回家途中 被藏在殺戮第四公墓 但整個公墓區黃岩漫草浮原廣大 幾個星期的搜索依然找不到人 當時還一度在五七地區 移出隱蔽的天邊水塘開瓦 但就算把池水抽乾 依然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根據警方的調查 郭芳如的失蹤應該是跟感情糾紛脫不了關係 目前已從十多名嫌疑人之中鎖定一人展開追查 但對於子女來說 只要想到拉拔自己長大的母親 失蹤四年下落不明生死未捕 內心的糾結就無法獲得平靜 並不是故障害的 從金泉迷在一起 再會做黃岩漫草斗 搖操